画表美猴王得了姓名 仪然踊跃 对菩提前座里起谢 那祖师急命大众 引孙悟空出二门外 教他洒扫应对 进退周旋之节 众先奉行而出 悟空到门外 又拜了大众师兄 九余朗武之间安排寝出 次早 与众师兄学言与礼貌 讲经论道 习字焚香 没日如此 闲时 急扫地除缘 养花修术 寻柴燃火 挑水运江 凡所用之物 无一不备 在洞中不绝 输六七年 一日 祖师登坛高座 唤疾诸仙 开奖大道 真可是 天花乱坠 地勇金莲 妙眼三成教 竟为万法权 漫窑主尾喷诸玉 响阵雷霆洞九天 说一会道 讲义会颤 三家配合本如然 开明一字归成礼 指引吴生了姓玄 孙悟空再报文讲 洗着他抓耳挠散 梅花眼笑 忍不住守着武之 足之导之 忽被祖师看见 叫孙悟空道 你在班中 怎么颠狂悦武 不听我讲 顾空道 弟子诚心听讲 听到老师父妙音处 喜不自圣 顾不觉做此踊跃之状 望师父书罪祖师道 你既是妙音 我且问你 你到洞中多少时了 顾空道 弟子本来懵懂 不知多少时节 只记得造下无火 常去山后打拆 见一山好桃树 我在那里吃了七次 宝头以祖师道 那山幻名烂桃山 你既吃七次 想是七年了 你竟要从我学些什么道 悟空道 但凭尊师教会 只是有些道气 弟子便就学了祖师道 道自门中有三百六十帮门 帮门皆有正果 不知你学那一门历 悟空道 凭尊师意思 弟子倾心听从祖师道 我教你个数字门中之道 如何 悟空道 数门之道怎么说 祖师道 数字门中乃是些请先 扶鸾 问不 蝶师 能知屈及避凶之理 悟空道 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祖师道 不能不能悟空道 不学 不学祖师又道 教你留字门中之道 如何 悟空又问 留字门中是善意里 祖师道 留字门中 乃是儒家 世家 道家 阴阳家 墨家 宜家 或看经 或念福 并朝真降圣之类悟空道 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祖师道 若要长生 也似比里安住 悟空道 师父 我是个老实人 不晓得大事语 怎么未知比里安住 祖师道 人家盖坊 玉陀兼固 将墙壁之间立以顶住 有日大厦将颓 他必修以悟空道 据此说 也不长久 不学 不学祖师道 教你静子门中之道 如何 悟空道 静子门中是慎政国 祖师道 此事修良守谷 清静无为 参禅打坐 介于持斋 或睡功 或立功 并入定 左官之类悟空道 这般也能长生吗 祖师道 也似摇头土匹 悟空笑道 师父国有些低 一行说 我不会答是语 怎么未知摇头土匹 祖师道 就如那摇头上 造成砖瓦之匹 随意成行 尚未经水火锻炼 一朝大雨庞陀 他必烂以悟空道 也不长远 不学 不学祖师道 教你动子门中之道 如何 悟空道 动门之道 却又怎么 祖师道 此事有为有作 彩阴不扬 攀弓踏弩 摸起过气 用方袍制 双毛打顶 进红签 脸秋时 并服妇辱之类悟空道 思这等也得长生吗 祖师道 此欲长生 一如水中捞月悟空道 师父又来了 怎么叫做水中捞月 祖师道 月在长空 水中有影 虽然看见 只是五捞摸除 到底只成空耳悟空道 也不学 不学祖师为言 嘟的一声 跳下高台 手持戒齿 指定悟空道 你这狐孙 这般不学 那般不学 却带走吗 走上前 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 倒背着手 走入里面 将中门关了 撇下大众而去 豪的那一般 听讲的人人精据 结怨悟空道 你这泼狐 十分无状 师父传你道法 如何不学 却与师父顶嘴 这番冲撞了他 不知几时才出来 此时巨慎抱怨他 又比肩嫌恶他 悟空一邪也不恼 只是满脸陪笑 原来那侯王已 打破盘中之谜 暗暗在心 所以不与众人争敬 只是忍耐无言 祖师打他三下者 叫他三更十分存心 倒背着手走入里面 将中门关上者 叫他从后门进步 密处传他道言 当日悟空与众等喜喜欢欢 在三星先动之前 盼望天色 急不能到晚 急黄昏时 却与众就寝 假和言 定息存神 山中又没打更传见 不知时分 只自家将笔孔中 出入之气掉定 约到此时前后 轻轻的起来 穿了衣服 偷开前门 躲离大众 走出外 抬头观看 正是呢 月明清露冷 八级窘无尘 身术幽勤素 源头水流坟 飞荧光散影 过燕子排云 正值三更后 应该放道真 你看他从旧路 静置后门外 只见那门半开半眼 悟空喜道 老师傅果然注意 与我传道 故此开着门也 几夜不进前 侧身进了门里 只走到祖师寝踏之下 见祖师全局身躯 朝里睡住了 悟空不敢惊动 急跪在踏前 那祖师不多时 绝来 输开两足 口中自应道 难 难 难 到最选 莫把金丹坐等闲 不欲至人传妙诀 空言口困舌头前 悟空应声叫道 师父 弟子在此跪后多时 祖师闻的声音是悟空 急起批一 谈坐鹤道 这狐孙 你不在前边去睡 却来我这后边坐肾 悟空道 师父昨日谈前对众相遇 教弟子三更事后 从后门里传我道理 故此大胆敬拜老爷 踏下祖师听说 十分欢喜 暗自悬丝道 这丝果然是个天地生成的 不然 何就打破盘中之暗米 故空道 此间更无六耳 直指弟子一人 望师父大舍慈悲 传于我长生之道罢 永不忘恩祖师道 你今有缘 我一起说 既时得盘中暗米 你进前来 仔细听之 当传于你长生之妙 倒也悟空叩头谢了 邪二用心 跪于他下 祖师云 显密原通真妙诀 习修性命无他说 都来总是精气神 紧固牢藏修露屑 修露屑 体中藏 如书无传道自唱 口诀既来多有益 摒除邪欲的清凉 的清凉 光皎洁 好像丹台上明月 月藏玉兔日藏窝 自有归蛇香盘结 香盘结 性命间 却能活力重金脸 散促五行颠倒用 攻完随作佛和线 此时疏破根源 悟空心灵扶质 妾妾积了口诀 对祖师拜谢深恩 急出后门观看 但见东方天色微书白 西路金光大显明 离旧路 转到前门 轻轻地推开进去 坐在远寝之处 故将床铺遥想道 天光了 天光了 起夜 那大众还正睡衣 不知悟空已得了好事 当日起来打混 暗暗为耻 此前午后自己调戏 却早过了三年 祖师赴登宝座 与众说法 谈的是公安比语 论的是外相包皮 忽问悟空何在 悟空进前跪下 弟子由祖师道 你这一向修协圣的道来 悟空道 弟子进来法性颇通 根源一件坚固 以祖师道 你记通法性 会得根源 移住神体 却只是防备着三灾厉害 悟空听说 陈音良久道 师父之言谬矣 我常闻到高德龙 与天同寿 水火寄寄 百病不生 却怎么又个三灾厉害 祖师道 此乃非常之道 躲天地之造化 秦日月之险计 丹成之后 鬼神难容 虽祝颜异兽 但到了五百年后 天降雷在打你 需要渐性鸣心 欲先躲避 躲得过 兽与天骑 躲不过就此绝命 在五百年后 天降火在烧你 这火不是天火 亦不是反火 换作阴火 自本身涌泉 雪下烧起 直透霓原宫 五脏成灰 四肢皆宿 把千年苦行 据为虚幻 在五百年 又将风灾吹你 这风不是东南西北风 不是和熏金朔风 亦不是花柳松竹风 换作壁风 紫信门中吹入六府 果丹田 穿酒窍 骨肉消疏 齐身自解 所以都要躲过悟空闻说 毛骨悚然 叩头礼拜道 万望老爷垂敏 传于躲避三灾之法 到底不敢忘恩祖师道 此意无奈 只是你比他人不同 故传不得悟空道 我也投缘顶天 族房履地 一般有九窍四肢 五脏六府 何以比人不同 祖师道 你虽然像人 却比人少塞 原来那猴的孤拐面 好脸尖嘴 悟空伸手一摸 笑道 师父没成算 我虽少塞 却比人多这个素带 亦可准着过夜 祖师说 也罢 你要学那般 有一般天罡术 该三十六般变化 有一般地煞术 该七十二般变化 悟空道 弟子愿多里捞墨 学一个地煞变化吧 祖师道 既如此 上前来 传语你口诀 遂富尔的眼 不知说了些甚么妙法 这猴王也是他一窍通时百窍通 当时洗了口诀 自修自恋 将七十二般变化都学成了 忽一日 祖师与众门人在三星洞前戏玩玩景 祖师道 悟空 是成了未曾 悟空道 多蒙师父海恩 弟子功果完备 已能辖举飞升也 祖师道 你是飞举 我看悟空弄本事 江山一耸 打了个连扯跟头 跳离地有五六丈 踏云辖去沟 有顿饭之时 反复不上三里远近 落在面前 插手道 师父 这就是飞举腾云了 祖师笑道 这个算不得腾云 只算的趴云而已 自古道 神仙朝游北海木苍武 自你这半日 去不上三里 急趴云也还算不得 离悟空道 怎么未朝游北海木苍武 祖师道 凡腾云之辈 早晨起自北海 游过东海 西海 南海 复转苍武 苍武者 却是北海 玲玲之语化言 江四海之外 一日都有变 方算的腾云 悟空道 这个却难 却难 祖师道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悟空闻得此言 叩头礼拜 起道 师父 为人虚为彻 索性舍个大慈悲 将此腾云之法 一发传于我爸 绝不敢忘恩祖师道 凡朱仙腾云 积低族而起 你却不是这般 我才见你去 连扯方才跳上 我今只救你这个事 传一个金斗云 霸悟空又礼拜恳求 祖师却又传个口诀道 这朵云 念住诀 念动真言 攒紧了拳 江身一斗 跳江起来 一金斗就有十万八千里 陆离大众 听说 一个个嘻嘻笑道 悟空奏话 若辉这个法 与人家弹铺兵 宋文书 帝宝丹 不管那里都寻了 饭吃师徒们 天昏各归洞府 这一夜 悟空及运神练法 会了金斗云 逐日家无拘无束 自在逍遥 此一长生之美 一日春归夏至 大众都在松树下会讲多诗 大众道 悟空 你是那是修来的原法 前日老师傅富尔迪言 传于你的躲三灾变化之法 可都会吗 悟空笑道 不瞒朱兄长说 一则是师父传授 二来也是我昼夜殷勤 那几班都会了大众道 趁此粮食 你是炎炎 让我等看看 悟空门说 抖授精神 卖弄手段道 众师兄请出个题目 要我便化身吗 大众道 就便颗松树 伴悟空脸住绝 念动咒语 摇身一变 就变作一棵松树 真个是 玉玉寒烟灌似时 凌云直上绣真子 全无一点妖猴像 尽是精霜奈血之 大众见了鼓掌 和和大笑 都道 好猴 好猴 不觉得让闹 惊动了祖师 祖师急拽账出门来问道 是何人在此喧哗 大众闻呼 慌忙简术 整一向前 悟空也献了本相 砸在丛中道 其上尊师 我等再次会讲 更无外星喧哗 祖师怒喝道 你等大呼小叫 全不像个修行的体断 修行的人 口开神气散 蛇动是非圣 如何在此嚷笑 大众道 不敢瞒师父 是才孙悟空 演变话啥子 教他便科松树 果然是科松树 弟子们 据称杨贺彩 故高生 经贸尊师 忘其恕罪 祖师道 你等起去叫 悟空过来 我问你 弄什么精神 便甚么松树 这个功夫 可好在人间卖弄 假如你见别人有 不要求他 别人见你有 必然求你 你若未祸 却要传他 若不传他 必然加害 你之性命又不可 保悟空 叩头道 指望师父 输罪 祖师道 我也不罪你 但只是你去 罢悟空 闻此言 满眼都立道 师父 叫我往那里去 祖师道 你从那里来 便从那里去 就是了悟空 顿然醒悟道 我自东盛神州 澳来国 花果山水连 洞来的祖师道 你快回去 全你性命 若在此间 断然不可悟空领罪 上告尊师 我也离家有二十年已 随时回顾旧日儿孙 但念师父后恩未报 不敢去祖师道 那里甚么安逸 你只是不惹祸 不迁待我就罢了 悟空见没奈何 只得拜祠 与众相别 祖师道 你这去定生不良 凭你怎么惹祸行凶 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 你说出半个字来 我就知知把你这狐孙剥皮错骨 将神魂贬在九幽之处 教你万劫不得翻身 悟空道 绝不敢提起师父一字 只说是我自家会的便把悟空谢了 急抽身 碾住绝 丢个脸扯 纵起金斗云 竟回东盛 那里削一个时辰 早看见花果山水连洞 美侯王自知快乐 暗暗的自称道 去时凡骨凡胎重 得到身轻体一轻 举世无人肯立志 立志修玄玄自明 当时过海拨南进 今日回来甚一行 别语叮咛还在耳 何其请客见东明 悟空暗下云头 直至花果山 找路而走 胡听的鹤立原提 鹤立声冲消汗外 原提悲怯甚伤情 急开口叫道 孩儿们 我来了也 那崖下石砍边 画草中 树木里 若大若小之后 跳出千千万万 把个美猴王围在当中 口头叫道 大王你好宽心 怎么一去许久 把我们拒闪在这里 望你成如饥渴 近来被一妖魔再次欺骗 强要占我们水连洞府 是我等舍死旺盛 与他争斗 这些时 贝纳斯抢了我们家伙 捉了许多子质 教我们昼夜无眠 看守家业 幸得大王来了 大王若在年再不来 我等连山洞 尽数他人以悟空门说 心中大怒 道 是甚美妖魔 折感无状 你且细细说来 带我寻他报仇 众侯叩头 告上大王 纳斯自称混是魔王 主角在直北下悟空道 此间到他那里 有多少路程 众侯道 他来石云 去食物 或风或雨 或天或雷 我等不知有多少路 悟空道 既如此 你们休怕 写字晚耍 等我寻他去来 好猴王 将身一纵 跳起去 一路金斗 直至北下观看 见一座高山 真是十分险峻 好山 比风挺立 驱见深沉 比风挺立 透空消 驱见深沉通地户 两崖花木争齐 几处松黄斗翠 左边龙 熟熟熏熏 右边虎 平平伏伏 每见铁牛羹 常有金钱重 游秦献换生 丹凤朝阳丽 石林林 波静静 古怪敲击真恶宁 世上名山无数多 花开花谢凡换重 正如此景永长存 霸解四十混不动 成为三界砍原山 滋阳五行水脏洞 美猴王正末观看景致 只听得有人言语 静自下山寻觅 原来那斗崖之前 乃是那水脏洞 洞门外有几个小妖跳舞 见了悟空就走 悟空道 修走 见你口中言 传我心内事 我乃正南方花果山水帘洞洞主 你家什么混是鸟摸 屡次欺我儿孙 我特寻来 要与他见个上下那小妖听说 急忙跑入洞里报道 大王 祸事了 魔王道 有甚祸事 小妖道 洞外有猴头称为 花果山水帘洞洞主 他说你屡次欺他儿孙 特来寻你 见个上下黎魔王孝道 我常闻的那些猴精说 他有个大王 出家休省去 想是金帆来了 你们见他怎生打扮 有甚气血 小妖道 他也没什么气血 光住个头 穿一领红色衣 乐一条黄套 足下踏一对无靴 不僧不俗 又不像道士 神仙 赤手空拳 在门外叫黎魔王文术 取我皮罐 冰起来 那小妖时时取出 但魔王穿了甲皱 抄刀在手 与中摇出的门来 急高声叫道 那个是水帘洞洞主 悟空急正经观看 只见难魔王 头戴无金盔 映日光明 身挂造罗仆 迎风飘荡 下穿住黑铁甲 锦雷体条 足踏着画着靴 雄如上将 腰广实围 身高三丈 手指一口刀 锋刃多明亮 称为混是魔 雷落凶模样 猴王喝道 这坡模这般眼大 看不见老孙魔王见了 笑道 你身不满四尺 点不过三寻 手内又无兵器 怎么大胆猖狂 要寻我见什么上下 悟空骂道 你这坡模 原来没眼 你量我小 要搭却也不难 你量我无兵器 我两只手勾着天边月立 你不要怕 只吃老孙一拳纵一纵 跳上去 劈脸就打 那魔王伸手架住道 你这般错矮 我这般高长 你要使拳 我要使刀 使刀就杀了你 也吃人笑 带我放下刀 与你使路拳看悟空道 说的是 好汉子 走来难魔王丢开架了便打 这悟空钻进去相撞相迎 他两个拳锤脚踢 以冲一撞 原来长拳空大 短促兼牢 难魔王被悟空掏短鞋 撞了当 记下金结 把他打中了 他闪过 拿起那板大的钢刀 望悟空劈头就砍 悟空急撤身 他砍了一个空 悟空见他凶猛 即使身外身法 把一把毫毛 丢在口中嚼碎 望空喷锯 叫一声 便 即便做三 二百个小猴 周围攒醋 原来人的先体 出神变化无方 不知这猴王自从撂到之后 身上有八万四千毛鱼 根根能变 应勿随心 那些小猴眼乖会跳 刀来砍不住 枪去不能伤 你看他前涌后跃 攒上去 把个魔王围绕 抱的抱 扯的扯 钻当的钻当 扳脚的扳脚 踢打咸毛 抠眼睛 碾鼻子 抬鼓弄 只打做一个攒盘 这悟空才去夺得他的刀来 分开小猴 照顶们一下 砍为两断 领众杀进洞中 将那大小妖精进阶剿灭 却把毫毛一抖 收上身来 又见那收不上身者 却是那魔王在水帘 洞秦去的小猴 悟空道 如等何为道此 约有三五十个 都含泪道 我等阴大王修仙去后 这两年被他争吵 把我们都舍将来 那不是我们洞中的家伙 十盆 十万都被这丝拿来 也悟空道 既是我们的家伙 你们都搬出外去 随即洞里放起火来 把那水脏洞烧得枯浅 紧归了一体 对中道 如等跟我回去 众猴道 大王我们来识 只听的耳边风响 须飘飘到鱼子底 更不是路径 金怎的回乡 悟空道 这是他弄的个竖法 有何难言 我如今一翘通 百翘通 我也会弄 你们都合了眼 休怕好猴王 念声咒语 驾阵狂风 云头落下 叫 孩儿们睁眼 众猴脚洗实地 认得是家乡 各个欢喜 都奔动门就路 那再动众猴 都一起簇拥同路 分班续持 礼拜猴王 安排酒果 接风贺喜 启问降魔救子之事 悟空背戏言了一遍 众猴称阳不尽道 大王却到那方 不易学得这般手段 悟空又道 我当年别如等 随波逐流 飘过东洋大海 到西牛鹤州地界 静之南善不中 学成人像 诸此意 穿此旅 白白摇摇 临游了八九年鱼 更不曾有道 又渡西洋大海 到西牛鹤州地界 访问多时 幸运一老族 传我与天同寿的真公国 不死长生的大法门 众猴称贺 都道 万劫难逢也 悟空又笑道 小的们 又惜我这一门 皆有姓氏众猴道 大王姓慎 悟空道 我今姓孙 法名悟空众猴文说 鼓掌欣然道 大王是老孙 我们都是二孙 三孙 细孙 小孙 一家孙 一国孙 一窝孙艺 都来奉承老孙 大盆小碗的椰子酒 葡萄酒 鲜花 鲜果 真个是合家欢乐 贯通一姓申归本 只待荣谦先录名 毕竟不知怎生结果 居此界终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 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 让盲人或市长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 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赶紧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不要吝啬的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 和给我一个大目沟哦 就算是帮助大臣的 那边跟大臣的 我这边就会 继续